就已经是腹膜已经有扩散 天脑断层已经看得很清楚 胃癌四起 扩散腹腔 52岁的王先生试吃烧烤油炸辛辣食物 还有酗酒习性 他上腹疼痛将近三年 害怕未进检查 只靠成药止痛 直到疼痛难忍就要彻底检查 已经癌症末期 以前这一类的病人常常都是药室王孝 化疗的反应都不是太好 但是有了这样子的武器之后 有一些病人就可以大幅延长他的存活 甚至有机会可以痊愈 医师口中的武器指的是腹腔温热化疗 医师先开刀清除肉眼看得见的腹腔所有肿瘤 再把化疗药物加温打进腹腔里面 去做浸泡 灌洗 然后把肿瘤细胞杀死之后 再把这些化疗药物洗出来 那这个过程大概要30分钟到90分钟 那为了就是要毒杀那些残留在腹腔里面 肉眼看不到的肿瘤细胞 大病灶透过手术切除 残存的癌细胞透过腹腔温热化疗消灭 这种技术大大提高癌末患者的存活率 多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大一新闻黄泽玉凯台中报道 大令 dolphins 大令营 大 enfants 阿蕴